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台北市的商辦公不應求 今年的租金漲幅恐怕會再成長 3%到5% 先來歡迎加入討論的來賓 包含了資深分析師邱敏寬 資深媒體人盧彥莉 還有房產專家張新民 好 我們首先就來先請教寬哥 這個台灣的租金是連年上漲 除了這個住宅之外 商辦的空置率也是不斷的在下降 而且還創了歷史的新低紀錄 連帶這個租金也水漲船高 據說還有部分的房東順勢也漲價 不過面對這個商辦公不應求 這商辦的租金是不是看漲不回 還有繼續飆升的趨勢 先跟各位報告 目前商辦的一個價格 短線不容易跌 為什麼不容易跌 因為這一波台商回流是實質回流 先來跟各位報告 為什麼這一波商辦 會呈現井噴的一個效果 其實在2016年以前 先跟各位報告 台灣的商辦市場跟豪宅市場 出現了非常大的脫軌的狀況 什麼叫脫軌的狀況 很有趣 台灣曾經美國的 美國的新聞媒體曾經說過 很奇怪 你們可以用很高的價格 去買你們的豪宅 可是你們的商辦的價格 幾乎只有豪宅的 先跟各位報告非常恐怖 只有1 2分到1 3分 為什麼只有1 2分到1 3分 對台灣人來說住很重要 商業的一個部分的話 因為之前的商業沒有那麼發達 沒有那麼發達的一個過程當中 所以在2016年之前 幾乎都沒有新的供應 請跟各位報告 幾乎都沒有新的供應 也就是說以目前市場上 超級A辦來說的話 國際門牌就在信義計畫區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以忠孝東路 然後敦化南路為一級戰區 然後再來的部分的話 就是在南京東路 松江路 沿路一直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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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走 這個都是在所謂的 特級區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如果你在往後走 延伸到大同區這一塊 中山區這一塊 那麼商辦就比較不是那麼值錢了 可是這一波 井噴的效應從什麼時候開始 2018年 2018年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 好多的陸陸續續很多的公司 都要找新的商辦 甚至於有發生過 整個保險公司 他們被另外一間保險公司 給包 找地出門 那個就在民權東路上面 後來那間另外一家的壽險公司 趕快自己蓋一棟 各位就曉得 商辦已經進入了商業時代了 那我們目前來觀察 我們就可以發現 台北市的話 目前的平均的話 就是大概2806元 這是在平的部分 然後非核心的過程的話 大概2100塊 平均大概在2000 敦南我們剛好跟各位報告 敦南敦北都是所謂的特級商區 大概在2500塊左右 可是信義計畫區的話 目前3402塊 這個是美平的一個架構 那我們目前要來跟各位談論到 就是說那有沒有新的供應 新的供應在哪邊 那我們目前來觀察的話 就是說目前就整個辦公大樓的話 它仍然是整個供不應求的 為什麼供不應求 第一個 現在新創公司 特別是如果你有辦法 從市場吸之金的 通常都會要求國際門牌 國際門牌的部分的話 你沒有放信義區 感覺好像很不接地氣 所以再貴他們都做 例如說以101來說 101它剛開好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沒有滿租 它沒有滿租 它其實中間租的時間 拖得非常非常長 可是後面我們可以發現 陸陸續續一些指標性的公司 都進去之後101現在是 你要租都租不到了 為什麼 現在都簽償合約 那麼簽償合約的過程當中 特級商辦一定會把管理 內部架構 清潔 安控 會做得非常非常好 這個才叫做特級商辦 目前來觀察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發現到一些 比較新的一個亮點 什麼叫新的一個亮點 我們現在先畫一張 簡占的地圖來跟各位報告 最近的一級戰區分成幾個地方 一個部分的話在信義區 等一下我們來跟各位談 目前我們如果把 這一條是南京東路 這一條是復興北路 來做延伸的過程當中 這邊是六福皇宮 這邊是兄弟飯店 目前富邦在這個地方 有接近非常大的一個部分的話 這個叫富邦 富邦遼寧跟整個希望廣場 這塊地其實還滿大的 這個是目前台北在看的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供應區 這塊供應區的部分的話 也非常非常大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就在最新的 這個叫做富邦A25 富邦A25因為 列屬於黃金地段 它在哪邊 它在松永路 那松永路的過程當中 各位也都曉得 就在信義計畫區 而且就在旁邊左右 旁邊就是緊鄰著 國泰的那山洞 所以那邊也非常非常的值錢 目前來看的話 開價的部分的話 目前每坪5000元 所以現在先跟各位 談論到一點就是 就過去來說的話 台灣大概是豪宅市場比較熱 可是豪宅市場很熱的過程當中 商辦被尿在旁邊 可是現在該買豪宅的都有豪宅了 買豪宅 目前大家有遇到一個 比較大的挫折是說 原來買豪宅又要豪宅稅 然後又要很高的一個管理費 想一想 如果我把這些錢轉來做商辦 商辦的過程當中 我可以把商辦租出去 然後我每個月的管理費 那些的就轉嫁給整個房客 來做整個承租了 所以就目前來看的話 再跟各位報告一次 目前以黃金區來說的話 今年要看漲3%到5% 這個方向沒有改變 那麼當然很多人會說 那目前就整個南港區 它的供應量很大 會不會去影響到 台北A級商辦的一個部分 各位如果說你有開車 騎車 或者是坐捷運稍微跑一下 其實那個距離對上班族來說 相對來說還非常非常遠 我認為在整個南港區的 整個大量的一個供應 短線不會去影響到 台北市A級商辦的價格 A級商辦的價格 還是租金持續往上看的 對 我們就來繼續請教 這個房產專家新明哥 其實這個商辦的租金 這麼猛的一個漲是3%到5% 您預估這未來向商空間 就真的是3%到5%嗎 或者會不會到時候 就重到這個東區租金 壓垮商家 兩敗俱傷的這種局面 還是說您覺得 現在就是一個起漲潮 是的 我們看到去年2019年 房地產市場上最當宏的榨子機 就是商辦這個產品 可是就剛才陳如 我們敏寬兄提到的 在2016年 大家都不看好辦公室 甚至有一些商用的土地 他們也都拿來蓋豪宅 覺得說賣豪宅比較好賺 去辦公室沒人要貼 價格又很差 所以造成我們在長期裡面 辦公室的供需已經開始有出現 不均衡的這樣的一個因子在 所以未來會不會從刀 我們看店面的這個覆測 這個就要從供需面來看了 在供給面來看的話 第一個就是原來的 這些舊的商辦 現在他們也面臨到 所謂的辦公所謂的換屋潮 很多這些老舊的商辦 可能已經30年 40年 所以他們必須要走到都庚 或是說要換到更新的辦公大樓 如果走到都庚的話 舊的辦公大樓拆掉 他們這部分可能就會造成 既有的這個供給面就降低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看到最明顯的 就是在敦化北路 這個台塑集團 他們即將要搬到內湖去 這個大的面積拆掉之後 造成市場上這個需求 就很大的空間就出來了 再來的話就是新的供給 有一點青黃不接 我們知道剛才提到了 現在市場上能有大面積的 商辦的土地來供給的話 大概要到三年 五年之後 才可能有大面積的 這個供給會出現 所以造成在短時間內 這個青黃不接的現象 還沒辦法有一個比較均衡的 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剛才提到了 今年可能有3到5%的 這個上漲空間 我認為可能未來3 5年之間 都還會有持續 小幅上漲的空間 再來就是需求面 剛才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台商回流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對商辦的一個需求 他們這些回流 實際上我們看到 是非常實質性的 他們要在台灣再擴大 他們辦公室的一個空間 另外一個外商也看好 台灣的這樣的一個地方 不只說台灣的市場 他們也覺得說台灣的 辦公室的租金實在太便宜了 我們的店實在太便宜了 所以包括像Google 臉書 或是戴亞這些大的跨國公司 都在台灣不斷的加碼 他們那個辦公室 一個樓層一個樓層租 甚至一整棟都快被他們租走了 這個就是一個新增的一個需求 再來就是一個 剛才提到的新創產業 這種co-working space 這種共享辦公室 在台灣不斷的加碼 現在可以看到的數一數二的 美國的第一大的co-working space 新加坡最大的 香港最大的 都在台灣都有很大面積的 這樣的一個辦公室的需求 而且就我的了解 我之前才去南山廣場去參觀 裡面的這種所謂的共享辦公室 不是滿租 不是整成滿租 就是至少有七八成的滿租 這個真的是讓大家 會有一點看為觀止 所以我認為短時間內 還不會有功過於求 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個商辦 未來還是持續看好 所以可能商辦的話 這個3到5%是免不了的 但是相對於商辦 東區這邊的蕭條 就是我們持續在看到 東區獨憔悴的情況 東區這兩年其實 與其說蕭條 不如說他這個房子空在那一邊 根本就沒有人要來租 更是從2017年的第三季 開始就下跌 而且2018年整年都沒有回溫 直到今年才有一些店家 可能陸續轉型之後來進駐 我們先來看這一則報導 真的撐不下去 老闆貼出一個月租金30萬 現在寧可賠本賣 準備喊淚跟東區說再見 店都要關了 先幽默一下 至少吸引大家眼球 另一棟帶租大樓 房東也很苦澀 60到580坪租不出去 讓你不經意知道 沒華麗公告 只有樸實無華的布條 整個大台北 尤其東區 帶租店面很多 過去繳租金 大家都是喊淚 以前韓系服飾旁至今還在招租 300公尺有6間空店面 連本來一度接手 服飾店的連鎖飲料品牌 也公告租約到期倒數退出 這麼多人不來 這麼多人走 房仲卻說今年有指跌回溫 不良人朝前朝重新進來 東區特別布施了這樣的裝置 包含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來到台北SOGO後方 大岸路一段這邊 兩邊都有非常多吃的 可以看到也多上了 台北東區商圈的街燈 殖民車輪餅也被租金逼退 空了一個多月 美國護膚品牌就進駐 東區巷弄中店面也升級 貨櫃設計精緻函裝 炒牌越開越大 撤出多式傳統餐廳 批發店家 可能它街道有些可能 就是比較特別 然後有些可能有時候 有一些文化 自己的文化 最喜歡逛就是韓貨店 對 我覺得韓貨店油比較多 然後中紅的比較漂亮 變得有特色些了 大家有感 東區2017第三季進入寒冬 2018租金醒不來 到2019才終於止跌 再增加新的一些活水進來 讓東區的產業能夠更多元化 我覺得東區慢慢往上回升的 其實是滿有的 客群定位持續洗牌 就看品牌進出重整後 能不能就回來 講到東區的蕭條 其實大家都在看一個地標 也就是永福樓 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這營業超過40年的永福樓 因為不堪這個租金壓垮了 他們的這個營業 所以他們就退租歇業 在去年11月是傳出說 由台灣福士Net來租下 不過根據最新的這個登錄 這個Net永福樓的總租金 雙方是簽訂了12年的租約 而且是將近5億 我們就來請教一下燕麗傑 這個東區的房租現在調降 空置率好像也有一些往下的趨勢 這樣子他們調降了租金之後 東區真的能夠重現往日榮景嗎 對 其實像我們這種年紀 真的是從東區的這個河 不是很繁華 然後到繁華 然後到現在有點落寞 所以我們真的是很希望 東區有機會再重返榮耀 那先講一下 剛剛宅宣問的一個問題 因為事實上去年年初的時候 大家都在看 而這個永福樓 就那時候就一直在鏡頭面前 就在哭訴說 我們一個月的租金高達是600萬 這是養不起 租不起 那大家就在看說 那誰 接下來誰那麼有實力 可以承接這麼好的一個地段 就沒有想到空窗期長達8個月 真的是忍不住鬥美條 我想房東還是有一點壓力 雖然這個林氏家族蠻 家大業大的 不缺這點小錢 可是房子放久了 其實楊文自己對房子來說 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們看到11月的時候 就傳出是由Net來租下 那根據最新實價登錄的 一個價格來揭露 前三年月租是每個月是325萬 會分四個階段來調整 也就是三年調一次 調幅也不多 調幅是3% 換句話說你等於是一年才調1% 等於從600萬對半砍 變成300萬左右 對 其實是腰斬的一個概念 可是雖然一年1%就是 把錢存在郵局跟銀行的一個概念 可是對這個林氏大家族 也就是對這個房東來講 你房子放空在那也不是一件好事 然後另外你起碼有錢 有現金流進來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雙重的考量 所以這樣看下來 12年的總租金 是將近5億的一個情況 不過我想林氏家族 會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最主要還是因為 東區整個從繁華到落寞 如果你的租金再不降的話 可能永遠找不到房客 那包括這個永福樓的這個地方 也包括其他的一個東區的這些屋主 我們都可以看到 他們確實有降價來承租 所以東區他們之前的空污率 最高是12.5% 可是最近傳出了一些的 還不錯的一個數字 這個的空置率 已經進一步降到是7.7% 所以確實就像剛剛影片裡頭提到的 東區他們自己也成立了 所謂的自救會 辦辦活動 然後晚上搞個漂亮的一個登海 那歡迎大家來吃東西 買東西逛逛來做一個消費 好 可是事實上 即使是這樣的一個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改造 我個人認為其實你跟其他的商圈 比較起來還是會有一點壓力 特別是東區現在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西班牙的品牌服飾店 明年它的租約也到期了 那會不會因為永福樓開了第一槍 那這個西班牙服飾店 它明年要續約 它的租金也因此一口氣往下掉了 我覺得這是值得觀察的一件事情 可是因為畢竟東區現在 要吸引更多人來 它現在的一個控制率 雖然已經降到了7.7% 可是跟其他商圈比較起來 我剛剛提到壓力還是頗大 比如說我最愛的西門商圈 西門商圈現在控制率 永遠都只有2.5 2.6%左右 而且一旦有人搬出去 就會有人想要乘租 搬出去趕快立刻擠進來 因為其實像我們很愛去逛西門店 因為你永遠會覺得 好多年輕人 好多最新最潮的東西 所以你就會覺得自己也年輕了起來 我想 站前的商圈 它其實是整個西區翻轉的一個概念 跟西門商圈是在一起 所以我想 這個東區中校商圈這邊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有更多的一個 不停的一個改造的一個揭化 否則它隔壁信義商圈 我們逛百貨公司一定是信義商圈逛的 然後信義商圈現在也很厲害 他們有一些新的商場 新的mall是吸引親子 是朝親子的方向去做的 所以就是整個商圈競爭 非常非常激烈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想各大商圈應該都要加把勁 有自己的特色 對 過去信義商圈 其實都是好像比較是 可能中高年紀的 但是現在信義商圈慢慢年輕化 吸引很多年輕人來進駐 所以我們就接著來請教寬哥 這其實剛剛講到這個信義商圈 現在大家都在看一塊地 這塊地不得了 是王中之王這個地上權的標案 這個稱為王中之王的世貿三館 其實要在1月20號就要來招標了 而且據說權力金的底價 竟然上看300億 這信義區最後一塊保地 未來有可能會發展成什麼 請跟各位報告 像這種市中心當中方正的土地 而且這一塊主要是因為 他比較老舊 所以需要做更改 我們請導播換下一張 需要更改的過程當中 所以現在最大的一個重點就是 目前台灣各大集團 先跟各位談 我們剛好跟各位報告 1月20號要招標對不對 那麼他的時間期準備 是給兩個月的一個時間 所以在3月的20到30號 我跟各位報告 各路英雄好漢 絕對會齊聚在這個地方 而現在最大的一個重點是在於 這一次南山 他們把市場的架構全部都打壞了 為什麼南山把市場架構打壞了 其實這個要一個一個跟各位談 很多人都說奇怪了 最近為什麼美國的股市一直漲 然後亞洲的股市相對來說 表現得好的都一直漲 之前在歐系的基金公司 開了一個會議 開會議的過程當中大家就在討論 討論的過程當中就是說 你們知道嗎 我們在歐洲目前買的公債 80%通通都是負利率 我們壽險公司仍然咬牙在買 請各位去抓到一個重點 第一個叫負利率 然後再來地盤之聲 其實談論到所謂的 世貿三館之前的話 我們一定要談論到信義區 這一波信義區的過程當中 各位我們可以發現 信義區目前整塊的一個 軸塊的一個部分的話 其實他非常非常清楚 最早衝入信義區的是誰 是統一 宅宣比較年輕 他可能會比較不清楚 我把這個來龍去脈跟各位談一下 過去統一為什麼會在最早的時間點 殺進信義區 因為過去統一 他們有一家銀行叫萬通銀行 後來他們覺得說萬通銀行 經營銀行不是那麼好玩 萬通銀行曾經在最糟糕的時候 萬通銀行賺的錢沒有星巴克的多 他就把萬通銀行切給中信金 過去叫做中國信託 好 切給他之後他手上有一筆現金 他就去買下了整個信義區的起家主 就是今天的金站跟信義成品那一塊 所以後面才有W Hotel 我們現在有抓一個重點 你進去信義區 整個所謂的一個 就台北市政府的話出來 那整片都是統一的 後來發現統一這個戰術成功完之後 誰 星光 各位可能很多人都會有一個疑問 奇怪了 星光百貨有需要在信義區 開這麼多的店嗎 可是他們的戰術叫什麼 他們的戰術叫做風群戰術 他們的風群戰術就是 你無論走到哪邊通通是我的店 然後我加入不同複合的一個品牌 我要講快一點 不然時間不夠 然後後面一個部分的話 就發現南山衝出來了 目前南山衝出來的過程當中 他就把101為軸線 以東的部分的話通通包下來 所以為什麼之前不計價的買 就是我要把這個地方 通通設為南山的地盤 好 那現在這個重點來了 5000坪 500多億 下面一個部分的話 當然要做辦公室 上面的部分的話 會不會再做所謂的一個超級飯店 這個大家都在看 可是就目前來看的話 300億對國內的壽險公司銀行團 他們通通拿了出來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一塊的部分的話 到時候會超標 超標的非常多 也就是說 目前各大銀行 各大壽險公司 各大建設公司 摩拳擦掌 在看台北這塊王中之王 三月份又有新的一個消息出來 台北的商辦非常非常的熱鬧 哪怕是300億 其實很多人也是要拿這一筆錢出來 務必要搶到這一塊 現在很多建商就是在列地 而明天就是總統選舉 大家就很關心說 選後的房地產走勢 香菱的董事長就說 現在房地產 你要是看準沒有馬上下手 由於幾個鐘頭就被人家買走了 會有這麼誇張嗎 現在買土地跟買菜一樣 要搶快嗎 馬上回來 財經大百話